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要來介紹金字塔的弓箭手啦 上次介紹了劍士和盜賊 還沒看過的可以先去看喔 避免有人還沒看過前兩集 所以我在這邊重說一次 各位真的非常抱歉 因為時間的關係導致我金字塔結束了 才開始製作後續四個職業 有在等我攻略影片的觀眾們 真的非常抱歉 現在要補錄這些影片 也是希望如果真的出了第三季 大家可以先對這些職業有初步的了解 在玩第三季的時候會比較有心得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來進入弓箭手的介紹吧 首先先介紹一下普攻吧 弓手的普攻比較特別 都是以長壓的方式進行攻擊 Lv1以100%的傷害對兩名敵人造成一下攻擊 另外你在快速按下左左或右右的時候 是可以轉動方向的 同時也可以在射擊的時候 直接二段跳或者上跳 來取消攻擊躲避傷害 實在非常的好用 真要說他的缺點就是 他的攻擊數量有點少 而且就是你在一直打敵人的時候 敵人還是會緩慢的靠近 壓迫感有點重 Lv2以120%的傷害對三名敵人造成一下攻擊 並且周期性的發射兩發50%傷害的追蹤箭 他這個追蹤箭是真的會去追蹤敵人的 但是效果沒有說到非常好 他的轉彎角度不太夠啊 有的時候會在怪物周圍繞啊繞啊 感覺像是幫他們產生防護造勢 從Lv2開始 弓箭手才算是有起色的 只有Lv1的弓箭手傷害真的不夠啊 所以其實蠻建議大家囤個一千永恆之力 點個Lv2開場 當然你也可以相信你的陽獸 去刷開場的技能之門 看會不會有Lv2讓你用 Lv3以150%的傷害對四名敵人造成一下攻擊 並且周期性的發射4發60%傷害的追蹤箭 攻守抽到Lv3之後會變得非常的兇狠啊 技能如果有Lv2和Lv3請一定要給他選下去 再來是弓箭手的技能 打小怪的技能第一名波紋衝擊 傷害高範圍大CD也不算真的很長 打小怪最強神招 真要比的話其實劍士的黑暗統合 和盜賊的修羅掌會比較強 但是跟其他弓箭手技能相比 波紋衝擊已經是最強啦 而且他的CD相對短齁 施放的次數多很多 但因為出招延遲偏高 傷害也普普 所以不建議拿去打王王 第二名傳說之槍 傷害夠的情況下也是可以秒怪的 而且一次可以打12隻 十分可觀 並且在11秒內降低敵人11%的防禦 只可惜他這招是有BUG 說好的100%爆擊勒 結果也沒有啊 如果他必定爆擊的話 前期會特別有幫助的 順帶一提 這招神弩的15%攻擊力也是沒用的 他的技能我是看不太懂啦 總之我同時貫穿敵人 傷害技沒有變高也沒有獲得BUFF 原本就已經夠廢了卻變得更廢了 第三名妖精護盾 這招我就沒用過啦 但聽說不錯用 不但可以把敵人正退 而且CD也不長 當敵人多的時候可以正退他們避開危險 那接下來是打王的技能 第一名狂風呼嘯 歪軸超高的弓箭手型劍運 這個跟原版技能不太一樣喔 原版的他是會移動 而且會自己去追怪 但金字塔中他是定點型施放 有點擋路啦 但是拿來打王效果很不錯 好了以下重缺 對攻守沒啥打王招齁 但因為普攻很強 所以也沒差 建議大家多拿一些可以強化自身的技能 像是進階祝福 最終極速之類的 接著我來介紹一下 弓箭手的專屬技能 水盾7秒增加100%防禦 跟神域護佑相同效果 但是卻足足少了2秒啊 哇有比較有傷害 劍士你怎麼可以這樣咧 初始能力比別人強 防禦又多了2秒 不過沒關係 攻守的普攻可能是很強的 好的 那技能介紹完了 另外我想提兩個 超級適合給攻守的上級裝備 玩攻守在合成裝備時 請朝著這兩件裝去收集裝備 雖然裝備都是隨機取得 但是你如果拿到其中一半 記得要把它保留下來 第一件就是攻守的超級神裝 神明之福 只要KB敵人 必定會追擊六下傷害 然而攻守的普攻 除了追蹤箭之外的每一下攻擊 都被KB敵人啊 等於你一發弓箭可以造成七下攻擊啊 基本上你壓下去 這兩三八打到敵人 敵人就蒸發掉啊 非常的強悍 有了這個裝備 打小怪都是直接扯過去啊 不過打王不會觸發KB齁 所以這件裝備打王是無效的 但是沒關係 只要你喝到了貪婪之戒 在打王的時候 脫下來放在包包 也是能獲得40%攻的增殺 實在太強啦 打怪就穿著直接打到蒸發 打王就脫下來增加40%攻 不愧是神裝中的神裝啊 另外一件就是燃燒的劍組 每當攻擊時有10%機率增加10%暴擊 最多疊六成 對於弓箭手來說 要疊這個比吃飯還簡單啊 你壓著普攻打王 不用五秒的時間大概就疊滿了啊 等於你內建60%暴擊啊 有了這一件想要擺爆 非常的簡單 也因為有這件裝備的關係 所以後期的技能 我不推薦拿會心之夜 因為很容易破擺爆 那破擺爆就是浪費 所以不用特別去拿 另外這兩件裝不是弓箭手專屬 大部分職業都是可以拿的 只是弓手的效益最大 那第二件因為觸發機率只有10% 而且BUFF持續時間短 所以對於出招慢的法師和海盜 就比較不推了 海盜如果是玩遜內流的可以拿 這個我等介紹海盜會再補充 當然這兩件裝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貪婪之界 只要合成出貪婪之界後 所有上級裝都可以視為40%攻擊力 非常的強啊 尤其是你在打極限模式的時候 你一定要合出一件貪婪之界 因為後期拿到的裝會非常的多 好的那我們再回到弓箭手的介紹 弓手的技能一樣是以普攻Lv.3為主 至於波紋衝擊沒有到非必要 如果你有生命之輔的情況下 波紋衝擊的送藥性就會降低許多 但是如果你想要速速清怪 速速通關的話 還是可以選 如果你想要以打王為主 可以選擇進階祝福 跟最終極速來輔佐一下 也可以考慮選傳說之將來降過的法律 另外攻守雖然可以遠程攻城 打大鳥跟阿努比斯建議遠遠的拉打 但阿波菲斯還是盡量貼著打會比較好 否則來自阿波菲斯幾百年沒摔牙的嘴吐出來的閃電 是非常致命的 好的那弓箭手的介紹就先到這邊 希望第三季出來的時候可以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